《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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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一关 做到剪辰脚下 专制三代九条 我是大拿 不来 天月明不来一点交加 冬季生活 突然分断如麻 天虎失禁 却自有真言 江湖又开始 风月涌现 有些运气 李嘉丽创意 激情CG 全部音音不现 我不是他侠 照亮先走天下 世事伪装 命局隐藏战友 恨是敌对 夜雨黄昏 白衣柴门 谁在幕后操纵着谁 我不是他侠 一样可别真假 明强安静淫默 有毛倒也不是笑话 秋 花手绿你心酒 十月成败 不就去看破 有毛包 一巡捡 一巡捡起恩迷走 一次次回一转话 一条条回忌多段 一回回见点夸吧 一段段爱恨情仇 一片片心笑不闹 一牧目风化学夜 一强强魂牵魔花 我不是他侠 照亮前走天下 不想想对我没必是非不必断 不是他侠 顺心顺情 我闪闯南关前往神话 我不是他侠 一样考验真假 把白本球还我冬的嗯 不是我的菜 我不是他侠 春不白淘 快乐是与你把酒共化 天灵灵 地灵灵 神仙鬼怪 快显灵 开眼 第一针 冥界门开 第二针 神兵速来 第三针 真相大白 我看见了 看见了 我跟你们说 快看快看啊 我表哥不但神算是矿骨硕金 那画法也是惊天地七鬼神啊 要说他是无师自通 根本就没有人信的 一定是有名师之点 你们看 轮廓已经出来了 好快的速度 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 表哥 慢点慢点 我看看我看看 真是 大师好画工啊 哪里哪里 大师画工事不错 你也没必要这么高兴吧 我为什么不能高兴啊 大师把我画得这么美 你们都看我干吗呀 我是天眼看见什么画人吗 这不能怪我啊 你们都什么表情啊 难道你们是嫉妒我 沉鱼落雁碧月修花 跟猪哥哥 天上一对底下一双吗 沉鱼落雁碧月修花 是没错 可是画上的人跟你 不像啊 哪有 不像我 难道像他啊 那倒是也不像啊 那不就得了吗 这总共就俩女的 不像他 那肯定就是我啦 大师 那十两银子我给你免了 今天晚上还给你加个菜 现在就给你收拾 盛好的客房 跟我来 快 福北一时通房 好 小玲 慢点 你们 你们 各位 王长 算个命而已 眼神都不好了 跟眼神没关系吧 瞎子都看得出来 那画得根本就不是他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说什么呢 安安怎么也是我师父托付 给我照顾的 你们别乱说话 我看上去 妈 朱卫平 你可不要得拢望鼠 不识抬举 饱汉的不知恶汉的鸡呀 那么漂亮的美娇娘 给你当媳妇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我告诉你啊 这种机会 还是留给我们这些 打光棍的人吧 就是啊 什么时候有的小娇气啊 也带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 什么呀 我根本都没见过呀 见不见过已经不重要了 起码你现在心里清楚 有一桩美好的姻缘 在等你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这个 怎么都那么奇怪呢 杨雨萱你总该相信 又睡 当自己闲鱼呀这是 快点 hoor 站不住啊 百合姑娘 这大妹是谁呀 百合姑娘你都不认识 你好 我是应援馆的百合红娘 上星期你在我们这儿 交了一两银子 对对对 一两银子 你一月公圈才一一两银子 你傻呀 我的天你轻点 我一定要忘记陈安 找一个更好的 别急 唐正确的恋爱是有成本的 听过他 帮你找到有缘人 一样能齐响 你不是会计吗 那么能算我们来算笔账 就算两个人一起每天吃两顿饭 每顿饭算三分银子吧 那一个月下来就是二两银子 吃饭还不算 你们还得逛街吧 这逛个街就得三千银子 那你平常呢 还得给他买点胭脂啊 水粉啊 还有什么爱心小礼物之类的 这三千银子也打不住啊 这还不止 你们还得浇油呢 浇油花费可不少 每回浇油 怎么也要三千银子吧 你算算 这样下来随随便便 一个月下去 三两银子就没了 一年的恋爱成本是多少 三十六两 对呀 三十六两啊 要是你还找错人 这不冤枉钱吗 这样算算 一两银子是不是不值得一提 老周 借我一一两银子 干 干嘛 入灰 没想到你那表兄还有两把帅子啊 看看这画画的 简直完完全全体现出我高贵的神韵 冷艳的气质 看看这眼睛 看看这嘴角 太美了 我自己都快发出不住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又怎么了 我刚才上场撑了一下 你才怎么着 怎么着 我又碰了一斤 我以为多大点事了 别影响我欣赏艺术 这事还不算大吗 这大美女画的是谁 真漂亮 她们是我的 亲爱的你能不能不跟我闹 那怎么可能画的是你呢 怎么不能是我呀 我跟你对比一下 你看 你看你长得是个大圆脸 人家长得是个瓜子脸 你看你长得那个是杏眼 人家长得是凤眼 最重要的是人家是凤眼的 这时候有一个大美人质 你这美人质在哪儿呢 我从来都没见过 我看看 去去去去去去 一看你就不懂得欣赏艺术 你这 这可是 大师正在问我画的画像 这什么大师画的一点都不像 你不要老看那些鼻子呀 眼睛那些外表 太肤浅了 你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发现我内在的灵魂 你说是不是张不住 你怎么说啊 世道如今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这画上的姑娘 何看数看也不是你 既然为了老朱要娶这个女人为妻 你就别再想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了 我照不住 好歹也是一代青年才俊 只要你一点头 咱们马上就可以拜堂成金入洞房 我发誓保证对你加倍得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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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们都是混蛋 这为你也太残忍了吧 还不都是因为你啊表哥 画那么一张不像的美女 害我挨打 我画这幅美女像与你挨打有何感性 这 不说也罢 反正你又没成过亲 内中的情况啊复杂得很 表弟 恕我之言 那位安安姑娘着实有点跋扈 长此下去 恐怕你这以后日子难过呀 谁说不是 可每每我一想到她身世可怜 又是一介弱智女流 便不和她争议时之长短 人气吞声算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表弟有这么大的家业 对人还如此之厚道 这番话听得于兄真是又感慨又感动又惭愧 咱们都是只亲骨肉 何必说这些客套话 表哥呀 按理说呢你来到这儿 表弟我应该好好招待一番 可是你看我现在身受重伤 一会儿还要砍柴呀烧水做饭倒垃圾 实在是忙不过来呀 表弟这几日对我们多方照顾 你这医馆琐事众多 像这样的小事就交于我们来做吧 这 这 这如何适得呀 不妨适 不妨适 你现在还是好好养病了 那 那就劳烦表兄了 我要到市集 不 我到市集去买些药来涂涂 好好好 快些去快去 那就告辞了 路上小心 师叔 你说 这就是药铺 他上哪把药去 他分明就想偷懒让你代劳 我这表弟 生性就风风火火 你说这医馆这么大 琐事这么多 兴许他忘了自己是开医馆的了 兴许这医馆当中 恰巧没有金创药啊 告诉你 凡事先别往坏处想 方为厚道 另外 你我正在逃难 寄人篱下 你说天上哪有 掉馅饼的事啊 你说既然如此 你我就要找一点 寄人篱下的感觉 找什么寄人篱下的感觉 就这破例吧 一个月要四十两银子 我换成馅饼我都砸死了 年纪轻轻 故障考验 义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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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啥麻啥鸡呀 这分别是要杀我呀 又一家医馆 姑娘 姑娘 听闻 这田鹤医官 是不是一家医官啊 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又是谁表叔啊 表叔 你是来瞧病的 我也不知道 我这算不算病 说是病又不是病 说不是病它有是 你到底有病没病 有病就赶紧进来 没病有多软滚多软 没错 这态度 才像是医官 哎 这位兄太 你是看万病了 啊啊啊 以我看呀 你也是 饮许 气许 甚许 硬起来 哪惹出歇吧 我 我这是 是 什么的妈 朱 朱哥哥 朱哥哥 找不住 找不住 平日里一个两个 都没事跟苍蝇似的 在医官里转眼 好不容易来个矮挫子 一个两个都没影了 姑娘 你们这家医官 素来胆化之 当面搅成矮挫子 不太合适吧 你还瞧不瞧病了 瞧 瞧 三天 对 不是 有点勉强 你干吗 还不完 咱呢 要不伤口 但是你呢 有点好 不是 什么 只是 什么 不 你 拥成 人家 女大夫 我刚才去了 怼面的吉时趟 什么 你去个面了 怼面了 张贵说我有点气虚 他说你有点气虚 说 说什么想问 俺家媳妇 张得趁欲裸眼 碧月修花 大夫 你这也是 那什么 马沙吉 你还都怼面 就做马沙吉 你 是 那边张贵推荐了 他说什么 一血同血 一度一共度 我也只是过去 其实来这里 也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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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粮啊 我 我 我是 我是怕 怕 怕 媳妇敲剪了 嫌弃我呀 好啊 看完了 你走吧 女大夫 你这是 敲完病了 不用敲 虚 那 那不是和对面一样吗 大家敢提那俩子试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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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大夫 您能给我开点要不能啊 你去隔壁豆腐摊 买两块豆腐切了吃了吧 啊 豆 豆腐 对啊 豆腐又吃不死人 等改天大夫上班了 你再过来瞧吧 啥 啥 你 你们这一关起来 没有大夫 怎么了 那你 我爹是大夫 我未来相务是大夫 我们这扫院的 跑堂的 端茶的 倒水的 全都是大夫 我每天耳虚目染 身陷其中 四面楚歌 怎么着你不服啊 我一个秀秀买勺兵来 也都是秀本经营 物证经营 你这么大一件一关 竟然没有大夫 找我又装骗 看我不打还福去 告你 这 这谁长孩子呀这是 开天眼 大师 您是 我 我是洋老师啊 洋老师 敢问 您是哪家私塾的洋老师啊 洋家存的洋老师 卖少兵了呀 洋家存 哎 不知道 您忍从认了啊 我 哎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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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啊 大师 你 你不就是那个 帮官夫找到 仙怡反了一样大师吗 忍从认了 我这辈子就讲过 您那一次神童啊 还是靠话出来嘞 那次激动了我呀 好机休都没水落脚啊 忍错我秦爹 也不会忍错你呀 我也不是您秦爹 忍从认了 听说 您那次在大户中熟死了 今天 哎呦 我们还在京城见面 缘分哪 啥缘分嘞 您这偷人 哎 大师大师 莫非这家医官 也有离弃 请您滑上来了 不是不是 我看也是 这家医官纵人离弃台中 总是原归 也难以谨慎 哎大师 你是为何来死啊 我 等等大师 你始人是鬼 你始人是鬼 人也非人 鬼也非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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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买樱桃啊 樱桃好 美容养颜 常吃的驴封白皙 姑娘 我见过你 公子真会说笑 我却从未见过公子啊 是是是 你是没见过我 但我真的见过你 不行 你跟我走 我证明给你看 喂 您搭设方式也太老套了吧 家人是不是要说 姑娘 你这么美 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没错没错 真的是从画里走出来的 公子 你就别取笑我了 奴家还有些事情要忙呢 先行告退了 老板 还是老家前吧 来 谢谢 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 仰达助耳顺利用 不整成了手段 在左上显观一致来 贪三忘发 额拐漫硬 是 板下不收圆蓝哪 如今简念慎童 恐怕被你锁化劫伐 杀人灭空 这才少了你的放肆 是啊 所以说我能不逃吗 我现在为人低调 一眼就是和你说啊 你可别出去说去 不瞒大事 我也是 我也是 俺家媳妇被她盯上了 趁 趁她违下说 居 居家办警政 这才透过一戒啊 老杨 咱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哪 不过 没想到这件衣冠 竟然是大石的标的所改 我真是有焉不失泰山哪 大石的标的也一定是慎仪了 你来这衣馆坐身啊 随见这些事啊 这 推上 这 收上都张了很多轩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羽花斑 我里尿 万青重途啊 你终于出现了 是不是偷偷找你外拉媳妇去了 什么呀 上个厕所至于那么紧张吗 这位大哥 看你双目无神气色也不好 怕是很长时间了 你别去 我可打实有长时间了 什么证实要说 什么证实啊 我的病啊 乱啊 习惯了 你看迷不找大夫 找一个算命的 今天算你走运 我乃天涯医馆首席大夫 来 我帮你看看 你们这医馆的大夫 全都不靠谱 说对了一半 少了一句 除了我 我们医馆的大夫 都不靠谱 除了我 大师 早知道你在京城 俺就不四处秋仪了 看在咱们想离想琴的份上 帮帮安吧 再不开 都 都要死了 不是觉得要死了 你这是慢性中毒 真的可能会死的 在下承蒙祖恩 达报乡礼是应当的 更渴望咱俩是他乡欲固之 怎奈我那驱鬼捉魔的法术 也治不了你的病了 大师 大师 你就画一道腹 帮我取去歇吧 老杨 这些时日我身体疲惫 功力消耗太大 实在是帮不了你 那那那那咋办啊 办法有啊 吃药啊 我给你开两幅 保证药到病出 我都说了不用你 你还在这儿插嘴 浪费大师的包鬼事件啊 大师 要不然我请你吃药了 欠嘛 猴说 猴说 咱就吃药了喝香了 你来医馆不好好看病就算了 你还敢斗我猪哥哥无礼 还有 这个人要做工还战 没空跟你出去 你给我滚 你这个人咋的不降力了 我说 我 我说 打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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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闹着干嘛 赶紧干活点 安安姑娘 这可是咱上回说好了 给猪哥哥画出心上人 我那银都就免了呀 你还敢跟我提那幅画 你算能不转 你给我双份钱拿下来 干活去喽 猪哥哥 老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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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大事了 你怎么没装天天一个毛病 有话你就说着什么急啊 真的 我看见你媳妇了 你媳妇 什么我媳妇啊 瞎说百岛什么呢 男未婚 女未嫁 你这样说出来无人清白 对啊 我怎么胡说了 真的是你媳妇 就是我表哥画下上画的那姑娘 真的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不 比画上出来的还要漂亮 老猪 你厌份不浅呀 真的 你打我 你干嘛打我 你开小圈出去吃喝玩我 打你算轻的 你打他就算了 你打我干嘛 你都露出那种表情了 表情也不行啊 眼神都不行 你给我说清楚 这女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都要有我猪哥哥 这我哪知道啊 我还没来得及问这姑娘姓什么叫什么 就像仙女一样飘走了 我呸 你还仙女呢 我就不信这邪了 你表哥呢 赵本三 赵本三 赵本三就快出来 我要把花问清楚 师傅 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就不信了 惹不起我还想 还躲不起吗 来得正好 快抓点时间收拾一下 这 我刚被他们抓去烧完石刀水的 咱们还有十两银子在那儿受烧呢 都说过多少次了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待咱们躲过这一步 要不然 是不是一会儿又出什么大事了 表哥 我知道你在屋里呢 你赶紧出来 要出人命了 表哥 师傅 您真是神机妙算了 您真是神机妙算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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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师救我呀 这 这怎么了这是 中毒又加深了 我 敢啥呀 我不咬你吃 我要大师 大师呢 天师都治不了你 赶紧把毒排出来了 赶紧拿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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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大 果然没错 炭霸 毕 Jay 屁梢 你赶紧想想最近你们吃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我天天吃我酿姿做了饭菜 他一窝痛食痛水 他都没肿度 我咋会肿呢 永遗 怎么会这样啊 你干嘛呀 大师你 你现在不要管什么 样树银售了 住的小面都快抱不住了 现在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左扭左妈 一会儿报答你了呀 您现在不能乱动 快快快坐这边快快 大大大大石 大石 你这是干吗 你今天要是不救我 我就不起来了 快起来 快起来 老杨 快起来 快起来 坐坐坐坐坐 坐这儿 歇会儿 你还跪呢 我就怕你跪不了那么久 你 你说啥 我的意思是 你的毒已经深入骨髓了 刚才我就是帮你做了个急救 逼出一点残毒 如果你再不服药的话 可能活不过今晚二更 对 朱大夫说你中毒 那肯定是中毒 绝不会骗你 我一个人买熟病那人 平日一日无言无臭 谁 谁会下毒害我 还有 就算毒解开了 如果那个人继续下毒的话 那可就糟了 披霜伤及五脏 如果再来一次 这 神仙都保不了 这 罢了罢了 人命关天 那我就 再泄露一次天机吧 那也行 那这样 杨玉轩 帮我找一把空心菜 倒成酱汁 快去吧 老张 你得一只小公鸡吗 啊 这都傻时候了 还 还准备灼菜来 你懂什么呀 空心菜醉解 披霜制毒 小公鸡嘛 那个 大师做法又用 不 这次就不必了 因为 害他之人的画像 我找你画好 原来大师都已经画厚了 那个 你把那幅画拿来 画像 什么画像 这 就是上回我画的那幅图像 内幅 那不是 朱姨品妃来的媳妇吗 非也非也 我这天眼 上通天下通地 观未来之过去 难免会有一些差池 那天呢 并不是朱大夫的心上人 乃是 杨先生所求之事 还有这种事啊 放下 这 这不是我家娘子吗 她就是你家娘子啊 对啊 今天我看见过她 白天在市集 她正在买樱头呢 那你媳妇现在人呢 她搶我饼兜了 叫令女把我送过来 她在家 做完事就过来 我娘子十五岁就嫁于我为妻 对我前半毫 外半毫 如今正是银桃尚识了时候 她自己都舍不得迟 还要 波开来喂我 那你说 她能狭毒害我吗 对呀 这小娘子啊 长得跟仙女一样美 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事了 表哥 这次一定是你看错了 不 绝对不会 上次我开离眼之时 的确建议少妇 手中捧一只碗 里边正是剧毒重制 就是此女子绝不会痛 既然如此多说无益 报官吧 报官 对呀 你说你有道理 她说她有道理 到底是谁陷害她媳妇 官府一查 自然一清二楚 不堪不知道 原来真的有和画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啊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我说我之前见过她吧 你们还都不信 你真的在水果榻上见过这女的 我照不住那看美女 从来都是过目不忘的 苏京 我请 为吾 闲杂人等 修得喧哗 杨父 本官问你 算命先生赵本三 指控你毒杀亲夫杨老实 你可认罪 我给夫君下毒 这实在是冤枉名妇了 名妇平日里一心服侍夫君 她在外兴劳 我便勤于家务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名妇护她都不急 怎可能害她 夫君若是出了什么变故 那第一个遭难的 便是生无一计的名妇啊 还望大人做主 赵本三 本官问你 你画的人像 指控杨父毒杀亲夫 可有证据啊 回大人 晓得这通灵之术 只有我一人得见 要说这证据嘛 实在是没有 你开什么玩笑 这搞了半天 都是你妄自揣测 你这本大人如何断案呐 对 大人英明 名妇每日同丈夫 同一个碗里吃饭 同一口钢里喝水 如果要下毒 怎么会只有她一人中毒 而我却一点事都没有呢 请大人 致这人诽谤之罪 为名妇名愿 大人 朱大夫 你又有何高见呢 不敢 不敢 只是我认为 下毒不一定要把药 放在食物当中 人时无骨 吃下去的东西 若是属性相克 避至激毒 杨凶 洗雨花般的同时 还伴有烧心腹痛 依我看 这是慢性皮霜中毒 皮霜 你可知道 皮霜乃剧毒之物 一点点就可置人于死命 何来慢性之说呀 若是剂量非常小 小到毫厘之间呢 微量皮霜日积月累 侵蚀人体 刚开始的时候 是手脚起零状物 然后就是起雨花般 再接下来就是神志不清 最后心肺衰竭 回天法术 昨天杨凶到我医馆来的时候 已经皮霜毒发了 幸好我依旧及时 用针灸和民间土方 把他救了回来 不过 你有话直说 昨晚我用针灸 帮杨凶催吐的时候 发现他的偶毒物中 有胃消化的仙虾 虾 这虾和皮霜又有何关联呢 虾营养丰富 但性寒凉 与多种食物相克 若是杨凶在吃虾的时候 又吃了一些 不该同食的食物 就会产生皮霜中毒 就算我给他吃了仙虾 也不过是体恤 对他平时的劳累 想给他弄点好的东西吃 这也有错 吃虾没错 错就错在 你每天都去水果摊买樱桃 啥 樱桃 对 樱桃 樱桃与虾同时 就会产生微量的披霜 这一点 照不住和水果摊摊贩 都可以证明 你每天都去买樱桃 而且 天天都给杨凶吃 这恐怕 不是所谓的夫妻之情 而是你希望他早点毒发身亡 大人 这是我从杨老师屋里搜出来的 来 盛上来 看就不必了 说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些虾河和樱桃河 大人 这就是杨氏下毒的证据 你 我与你夫妻夺念 供你吃 供你船 你 你竟然下毒害我 我 我要不是怀了表哥的孩子 一事无奈 怎么可能会下下给你 如今表哥回来找我了 杨老师 除掉你 我就可以和表哥远走高飞了 你怎么就不死呢 你怎么就不死呢 来人哪 把这个贱妇给我拖出去 杨老师 你怎么就不死呢 杨老师 不错啊 很好 不错 不错啊 在太阳挺舒服啊 哎呀 舒服啊 好啊 好啊 听说了嘛 昨天门口卖烧饼的杨老师啊 披霜中毒 这下毒的呀 竟然是他老了 推 果然是罪毒富人心 我去看了公主 可惜了 那么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你说他是不是鬼迷心窍啊 为了勾搭肩夫 居然想到去杀人 他简直就是潘金莲上身 潘金莲 这算什么呀 还有更邪门的呢 听说啊 这女人投毒的事情啊 是被一个天师 用天眼给看到 是真的假的 不骗你啊 听说 这位大师等了那个杨老师 来找她的时候 就已经算出来杨老师 有事相求 很早就把这个画像给画了下来 等杨老师一来 你猜怎么走 怎么走 直接把画像扔到他的面前 把杨老师都吓傻了 这么啥 这位大师现在住哪儿 既然这么灵意 我也搞得算了 你算什么呀 算算算 来 那 那 就是这家医馆 不过啊 听说这个大师不轻易出山 宁愿在这个小医馆 做一些批财骚扰的杂事 高人呐 可歇为什么不出山呢 赵不住 你表哥呢 他后边挑水呢 不是你说的吗 我灌门两大缸不许歇着 人家都是大师了 怎么还舍得让人家挑水啊 快把他叫过来 我有事 问他 好好好 表哥快来 干嘛呀这是 大师 快坐 快坐 来来来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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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求求您了 别再让我给您 算什么心上人了 我真没那个本事 我还是回这儿劈柴去吧 大师 您先别急着拒绝我呀 这次不是给我算 那给谁算呀 为天下的苍生而算呀 谁 谁 谁 大师 您自从杨老师的案子以后 可谓是名声远扬 有多少人求着 让您给他算一刮呢 我想说 与其他们天天跑来烦你 还不如 你干脆在我们医馆开档算命 每天接客 也不多收他们的 每个人十两银子 是 是 咱俩三七分成 你三五七 你可以免费用我医馆的店铺啊 住我的房子怎么样 公平白 不是 我是 表哥 这事儿多好啊 又有吃又有助 还有一份正当的职业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不不不 是这样 我只身一人漂泊四海 已经习惯了 这这这这么大的事儿 得忍我想一想考虑考虑吧 那你要多久 怎么也得三四 三四个时辰 好说好说 大师您慢慢考虑 我先把广告张贴做了 不是 安顾那些不急 你听我了 表哥 安顾不说了吗 让你回屋考虑 不是 让你回屋 你好好想 我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想你的 我一会儿把你什么安排呀 相处我都给你备好了 真是夜路深重 清冷悠然哪 师傅 踏板也得出去撒娃笑 凶得着装酷吗 既然人尊大师 就要一言一行 可以得上才行啊 人为名类 鸟为实亡 可咱们从来没谈上过 人为才死的事情 收拾了半天 连个值钱的都没有 说过多少次了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不要计较这些 师傅 你真的要走吗 万般获齐 皆因出头 三十六计 走回上策 杨老师这个案子 闹得这么大 万一传到仙台爷爷耳朵里 你算算 把咱家房子都烧了 你我要落在他的手中 亏我刚觉得这地方 有点意思吗 有什么意思 那安安姑娘正抓着咱们爷爷俩 准备在这开档算命呢 到时候累死的不还是你 快坐 快快快 且慢 可动大门 你又算过了 男人的直觉 这么厉害 是 快快快快 凳子 凳子 快快快 放电梯 来 投 投你快点 来 师傅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 不要杀我 谁要杀你啊 赵教授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大人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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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个跑江湖算命的 平常都胡言乱语 说了也没人信 你 你大人有大量 你 你放我一码 放我一码 放我一码 我求求你了 怎么会呢 那杨老师那案子 要不是您神机妙善 开了天眼化出来 现在世人就知道您是神仙哪 这过分谦虚 那就是骄傲 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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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我说大师啊 既然您神机妙算 那你算算 今儿跟我找你来什么事啊 我知道你和那陈安安啊 那小娘们关心就怎么回事 你是早就想另起炉灶了是吧 这不我一直在后墙等着您呢吗 这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来了 天大人 天大人 我 我跟你说 我 我真不知道那 杨家村梁桑要烧火的事 我不知道那行 您 您转告仙太爷 我肯定不说 我 我不是 我绝对不说 我 我说了我去拿五雷轰 我 我打明儿骑 我就进门西走 我不干算命这行儿了 您 您让我一条生路 让他放我一码吧 我求您 杨家村 是哪儿啊 纵火 大人饶命啊 你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赵大师请起 快快快 干嘛呀 来来来来 咱们有话好好说 坐坐坐 这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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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 坐坐 你不然跟信令说那事啊 我能做到 多谢大人 坐坐坐坐 不够多少呢 你也付出点 大人家 要钱你还是杀了我 要钱多俗啊 咱俩啊 千个其余 你啊 在我这儿开个算命档 你那些秘密 我绝对不说出去 你每天呢接客 一次呢 二十两银子 咱俩分成二八开 你二我八 你可以免费使用我的店面 还可以免费在我这儿吃住我 怎么样 公平吧 冠英雄如今就藏身于城南庙峰站 清凉室内 你在看他 目光呆滞 毫不挣扎 就好像是 一早就知道自己要被抓一样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所以那天晚上抓走赵本三的 就是你啊 宣天河管神算天师 赵本三入宫 现在还有谁 可以随便进出宫门的 你们алось可 也不愿意 艺术 游战 爱已消失梦见 阳华断残 今生何必指交长短 只愿生命如花绚烂 你自 Newton 现在 一字幕彦仲 李宗盛 简直播 李宗盛 听听听听听听听聽 香港歌声 《新款 recognizance》 的显示歌 《新款歌》 布 IDs 名字幕彦仲 李宗盛